Lio聊世紀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中國人對上印度斯坦人 這場比賽是KOTD5 沙漠之王5的比賽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中國人 中國人一開始開局要先點支部 不然會卡人口 那點完支部之後還是不能先立即按下這個村民 要先踩到50個肉 然後再用手動放肉的方式 讓他趕快收到50個肉 就可以去生產第一個村民 不然這個村民delay越久 越容易會有這個村民落後的問題 那這邊塔套是沒有手動放肉 他反而是自行讓他自己放 結果這邊delay了一些些時間 來稍微看一下 這邊塔套的村民領先處只有一村而已 甚至不到一村半村左右 這就是有手動放肉 跟沒有手動放肉的這個差距 那他前面沒有放肉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他在控這個視野的關係 所以沒有手動放肉造成慢了一點點 那這邊拉了一隻駝尿 雖然村民沒有大幅領先 但還能接受 至少不會有落後的問題 如果玩中國 你村民還落後 那就真的太過分了 好 那中國人呢 後期也是比較適合打這個中國聯儺 那步兵路線也是ok 那也可以打這個騎兵 其實都適合 而且他有駱駝 重中騎士 其實都可以打 那中國的話 後期工兵是比較強勢一點的 那我個人認為中國算是全能型的文明 沒有什麼太大弱點 那但是中國的開酒是非常複雜的 也是比較難操作的 所以我不太建議 新手去玩中國這個文明 那你對世紀帝國有一定的了解之後 再去玩中國會比較適合一點 不然中國這個算是高階文明 不是新手能碰得起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的話最大特色就是他的駱駝啦 那我們的帝王駱駝 最強的駱駝就是這個印度斯坦 但是印度斯坦跟聖遊俠一樣 這個帝洛是很難點出來的 比較還是需要靠一些單位 那印度斯坦的火槍射程是非常遠的 他只要點下金罐之後 就有這個印度火衝可以使用 忘記可以看這個了 印度火衝可以射程加2 那再來就是他的大幹道 可以讓所有的黃金收入增加10% 這個是連聖物都可以增加的 非常好用 那他的步兵路線 是只有古拉木比較能優一點 那如果是打一般步兵路線的話 會比較弱一些 因為他本身是沒有這個長兵可以升級的 非常的慘烈 沒辦法升級到這個級兵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所以他後期還是要打這個洛丑 去counter對方的這個騎士 會比較適合一點 但是他有大落馬 所以這個本身還算是可以打後期 垃圾兵還是能打 而且他的村民也是相當便宜 到城堡時代可以減免15% 非常多 到城堡時代爆村民的時候 這個效果就會非常好 再來就是他的攻擊速度還提升20% 這個駱駝也算是打得飛快的 再來就是火藥 有這個近護甲跟遠法 都各加一 再加這個火槍二射程 所以打步兵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如果打對方攻兵的話 直接打古拉姆就可以了 那他的古拉姆是他的寶兵 可以有這個高效的抗箭矢能力 跟老硬的效果其實差不多 所以總體而言 安德斯坦弱點並不太明顯 而且農經濟來說有一定的優勢 那我們就來加速一下吧 那塔兆這邊是選擇了三目開局 三目開局是有可能打肉馬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是選擇了四目左右 不到八目了 直接要上這個封建時代八目開 單伐木場 那這邊伐木場的兩邊都是有點偏遠的 那這邊就來看一下要怎麼打 目前看起來塔兆又這邊的地圖 算是蠻難守的 但是金礦在後面還好 前面果子可能會過得比較痛苦一點 這邊又是打落馬開局 那這邊中國果然也是落馬開 原來一開始前期的山村伐木 是一個很明顯的指標 所以如果玩家們一開始 有可以早期到對方家裡的伐木去看 如果他是三目挖的話 通常都是赤猴開是偏多的 這可能性 兩邊都是三隻赤猴互相抵制 那看起來中國還是要先撒農田為主 那這邊兩邊都是一個標準的 雙伐木場 單伐木場 這邊是雙伐木場才對 這邊十二人伐木有點過多的感覺 那十二人伐木的優點就是 出來還是村民 待會都可以一直撒農田 基本上撒農田速度會非常快速 那如果木頭陣太多的話 還要再拉兩村變成十人伐木 然後再去撒農田 至於把這個農田晾給殘起來 會比較好 這邊直接八人伐木 那農民農田也在撒了 但黃金還沒開始挖 那目前村民領先的話還是塔兆 中國這邊村民會多一點點 躲個半村 好 長二兵過來防守 但是自家刺猴完全打不到任何東西 又這邊已經早早圍死了 圍得非常快速 反而是塔兆這邊 右側這個地方有點難圍 除非這邊再拉一條過來 才可以圍好這邊地形 這邊看要不要嘗試投資一些槍兵 或者是大量的伺候 去解這坨兵 或是給它壓制 然後盡可能去圍掉 但這個時間點不太可能 因為現在誰投資更多兵 誰就虧 尤其已經知道這方是圍死的狀態 自己再投資更多兵 其實是蠻浪費的一件事情 接下來這邊是放了一個射箭場 不太確定這個射箭場是要來打什麼 也有可能他覺得 對手有可能在囤這個工兵 所以先下一個射箭場 待會有工兵過來 毛兵還可以及時反制 畢竟這邊刺猴數量沒有在增多了 所以他可以大膽預設 對方已經出工兵了 但是其實右這邊 是沒有出任何的工兵建築物 反而是要來直上城堡賽 這個就是有點偏心理戰的部分 這時候才開始挖金礦 所以這個金礦誰在前面 誰在後面 真的是會有差別的 並不是說完全沒有關係的 這邊再換掉一隻刺猴 刺猴直接變成二打一 但是有隻槍兵過來 這裡一直補槍兵過來 想要戳掉這些弱馬 好 那塔塔這邊黃金樹還不夠 單用已經快好了 資源上明顯 中國這邊是有點小小弱勢的 這邊畢竟投資了一個射箭場 有下四級 如果沒有下這個 這個叫什麼 射箭場的話可以靠買賣 即時上到城堡時代才對的 但是還是不能打得這麼危險 有下四間場的話還是比較安心一點 畢竟中國走工兵路線也是不弱的 這邊再稍微加速一下 感覺好像不會有打出態度的戰術 這兩邊強兵護打工兵追一下 好 刺猴再追兩隻 可能會戳到 但是這邊有隊友在控兵 供兵第四間去射擊 好 準備上到城堡時代兩方 可能有可能印度斯坦會直接轉 騎士或駱駝 應該不會打騎士吧 我記得印度斯坦沒有騎士吧 好 應該直接打駱駝 或者是直接轉這個古拉姆 好 這邊按一隻駱駝 然後轉工兵奴兵也是有可能 因為印度斯坦工兵也是行的 但他這邊毛兵按很多 應該是會直上戰毛兵 做一個防守 OK 戰毛兵3號 就打騎士 好 中國打騎士 所以印度斯坦一定會打駱駝 是這個相對理論 這邊轉一個修造院 這邊招牆對方騎士也相當方便 待會還可以出去 見個聖物 好 這邊塔塔 直接在前線蓋了一個BK 開始要量產這些輕型偷子車 這邊很有可能會打進去 但是工兵還是有點危險 一直被射 好 這邊騎士會有點危險 好 要退一下 孫女已經出來了 這邊用偷子車稍微壓制一下對方的毛兵 這邊圍的路線已經圍得差不多了 這裡也出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但這邊塔塔並不太幹 直接大膽的升入 這邊一升入的話 很有可能一進去就會遇到工程器製造所 一出來的頭車 直接砸爆自己的單位 所以這邊要稍微打得小小的保守一點 會比較好一些 這邊想要預判位置 但沒有預判到 好 塔塔是打一個強軍四開 打得非常強 連這個品種都點下了 早早就點了 來看一下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這邊是直接開了3TC 開農 現在是他的主場實際 農這個村民非常便宜 接下來先來看中國這邊 中國的話是沒有開任何TC 因為把所有資源投資在前線了 我覺得印度斯坦這邊要趕快挖石頭 趕快挖多一點挖 這邊出來村民就直接開始挖 挖出一棟城堡 這邊蓋一棟 或是這裡會比較好 好 保守一點 把這個房子滴掉 好 蓋這個位置 可能會更好一些 好 這個駱駝要小心一點 建築物已經被拆掉兩棟 射箭廠跟馬舟都被拆了 有點小虧 但 還好 現在沒有被拆到這個TC 就很接受 並不會太傷到洞傷經過 好 那印度斯坦這邊 果然選擇了救贖思想 應該算救贖思想 那救贖思想這個科技非常好用 可以招響對方的工程秀 連對方的建築也可以招響掉 這邊稍微走位一下 唉唷 差點被砸到 這邊偷著車 稍微拍一下 來 親血逼進來 偷個血量 沒有砸到 好 差點被換掉 很可惜 傷害沒有補正 駱駝出來 被砸到一些駝側傷害 但沒有關係 後面有勝率 OK 城堡補在下方的位置 但是沒辦法守護到自己的TC 還是有點危險 這邊就可以考慮開始出古拉姆這個單位 但對方其實數量還是有點多 可能要非常大量的古拉姆 才可以解掉這些單位 那這邊就可以考慮打一個混搭策略 駱駝配古拉姆 直接硬打 好 這邊 救贖師想 直接招到一台偷著車 可以換掉點虧 想要回頭打一下 但是來不及 直接爆掉 騎士繼續輸出 這邊直接把生驴 送到了這個TC裡面 後面再繼續補一個生驴 後面有補一個射箭場嗎 沒有補射箭場 看他這邊毛兵 打完就沒有打算 要繼續打 好 現在是TC防衛戰 反觀是塔塔這邊 能拆到個TC 可能他這波強軍事才有意義喔 這邊再招一下 哇 這個投資車可能要被招走 騎士能第一時間過來防守嗎 沒招到一定可惜 哇 什麼都沒招到就死去了 非常的虧 這邊投射牆砸一下 直接爆開 看起來打到這邊的攻勢 還是比較猛烈的 這邊老頭有點危險 攻兵會射 OK 快出來再補個血 還有點這個神聖思想 血量來到45滴喔 血量來到45滴喔 好 接下來就要來看 塔塔這邊的攻勢 能不能再繼續發酵下去喔 這邊不能再繼續 深入的話會很危險 因為待會 古拉姆 就會蹦出來了 而且印度斯坦經濟開始起飛囉 像是87吋 不能再 可以再多 然後堆上62吋 87 87吋來了 好 四台頭車要直接上了嗎 那下方有一隻 聖旅 遭到頭車一台 回頭打下工兵 打掉兩隻工兵 但是第一時間沒有辦法解決掉 這台頭子車有點尷尬 哇 這邊自殺 結果把這台頭車也找到殘血 哇 非常的尷尬 這邊村民可能要趕快拉一下 過來修一下頭子車 血量有點殘喔 有這邊的修道院 把聖旅防守打得還算不錯 沒有什麼太大瑕疵的問題 該打的這個頭車也有先砸工兵 雖然工兵沒有被砸光 有點可惜 好 這邊聖旅CD好 繼續來招搶對方的 頭子車能招到 沒有問題 回頭砸一下沒有砸到 OK 這邊再回頭打一下 哇 砸掉了衝車 這個頭車非常漂亮 這樣一來的話 塔套這邊的所有的頭車 都被揭滅掉了 哇 那這邊可能要趕快轉出經濟來 不能再繼續打強軍事 但這裡只開出了一個TC 村民宿 喔 3TC OK 那毛兵出去騷擾 那現在是94村對69村 強軍事對暴經濟的一個差距 開始慢慢被打得出來 古拉姆直接上行一督 直接督光 那後面有非常多騎士在做追逐 好 古拉姆防守 那古拉姆的數值其實不高 只有8加1 那防禦的話 禁防是非常慘的 所以很害怕對方的騎士單位 跟步兵 甚至火槍都是蠻害怕的 好 但是他的優點 就是打這些工程器啊 工兵 是相當好用的一個單位 好 這邊騎士直接過來陰傑 直接把這個戰寶兵全解掉 OK 這邊古拉姆數量其實慢慢飆了起來 來到了14隻的數量 這邊應該是想要來去招對方的工程器製造所 但這個哨蛋要不要先解決掉 先招一下這個哨蛋會比較好 或是拆掉也可以 好 這裡又有一棟城堡 這邊就可以考慮把城堡蓋這個高地 稍微守一下這個主經的部分 或是直接插這個地方 守石頭也可以 好 直接蓋門面 連高地都不蓋 因為他覺得有可能會打不贏 對方騎士肉麻數量其實有點多 那這邊應該可以順利蓋起來 沒什麼太大問題 後面的勝率數量也夠多 五隻勝率 好 中國這邊繼續打強軍士 三隻騎士一直在按 三馬就開始爆兵 但村民也開始慢慢爆出來了 好 村民慢慢開始拉近 但是也沒有拉近多少 現在還是落後25村 非常多 好 果然是由印度斯坦先點一下帝王實彈 這邊古拉姆出去 撞到騎士尷尬 哇 這邊撞騎士可能會打不太贏 而且後面又補下更多的資源 還有這邊有洞城堡 可以稍微防守一下 這個火力交叉 補下這個城堡的箭矢傷害 親騎兵第一時間想要來把這個聖女砍死 但是需要三刀 全部的聖女直接收到城堡裡 這邊再出來 結果還直接被砍 哇 這個聖女直接 時空變身之處 直接一次元 收進去再放出來 居然還是被砍到了 大概三隻 左右的聖女啊 哇 打到這一波打得有點 確實硬要了 把這些的親騎兵全部送光 但還好騎士他沒有送光 那這邊古拉姆有機會 把這波騎士給解掉嗎 這邊血量兩邊有點危險 而且這邊騎士是高地 這邊稍微拉下平地會比較好一些 但這邊因打來說 古拉姆並沒有太明顯的優勢 但至少有二攻 有二攻的話就有機會 這邊如果能再找到兩隻騎士的話 就可以反打回去 甚至三隻 這邊要先擋一下親騎兵的騷擾 好 再招一下 哇 一滴死去嗎 哇 沒招到 可惜喔 但沒有關係喔 剛剛為了控制親騎兵關係 自己騎士數量 開始有兵消減 目前看起來 古拉姆的傷害是 可以戳死這些騎士的 哇 難道是55開嗎 甚至是66開 先把殘血戳死 哇 古拉姆直接獲勝 雖然有點險勝 古拉姆的數量還是損失太多了 但沒有關係 至少能解掉這座騎士 已經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接下來就要來看中國會轉出什麼兵種 現在不管是打駱駝 或者是騎士 都沒有太明顯的優勢 打工兵也是 因為他現在如果要轉 繼續打騎士或駱駝的話 肯定是打不贏印度斯坦的駱駝 這邊重裝駱駝也開始在升級 那如果是打工兵路線的話 古拉姆又來繼續打也是很麻煩 所以中國這邊只能選擇一個混搭策略 轉強奴 然後跟重裝騎士駱駝 去做個抵制 不然就是要轉這個槍兵路線 但槍兵路線其實也沒那麼好用 不然就是要轉奴炮吧 中國奴炮其實也蠻好用的 火箭技術 但我還是比較推薦 中國打這個中國聯弩 中國聯弩沒什麼太大弱點 弱點就是怕頭子車而已 還有這個奴炮 也沒有什麼太明顯的一個自密傷 要說自密傷就是他的攻速沒有到非常快吧 身精銳射速反而會慢一點 因為精銳的箭矢數量比較多 但也有拇指環可以補正 應該就算是手短吧 問題就只是手短而已 這邊有一台衝車直接出來硬都 騎士要直接硬上嗎 東方軍一頭11在做輸出的動作 這邊重裝駱駝已經升級好 魯炮在後方 繼續輸出嗎 這個TC有點危險喔 血量非常殘 軍一頭11再砸一下 應該就後面的就爆了 這邊直接拉噴出來的村民去打衝車 衝車第一時間被解掉 趕快修一下TC 可以再繼續收村 繼續防守這個地方 塔塔這邊看起來是沒有打算 要來上到帝王時代 現在是城堡打帝王 這邊食物量其實夠了 稍微買賣一下 硬點帝王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但怕現在這邊點帝王 還會被打出科技差距來 可能人家科技都點滿了 結果自己才剛上帝王時代 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塔塔現在的心態應該是想要賭一波 這一波打不贏喔 就變成人了 好長槍兵直接運戳 出掉一隻 兩隻沒有問題 好 家裡果然出了一些槍兵防守 確實應該要這樣子啦 好 這就是印度比較難產的地方 中國現在陷入了焦灼 不太知道該做什麼正確的選擇 比較好 我個人覺得還是 在這邊 趕快中間插一棟城堡 然後挖石頭 把石頭開始挖起來 然後把這邊再蓋一棟城堡 防守家裡 繼續出這個中國連弩 會比較好一點 大家這邊猶豫沒有要上帝王時代的關係 所以中國連弩可能會出的一定猶豫 甚至不會出 可能會用信友的兵種 先把對方打殘 是比較有可能的 好 蓋一棟城堡直接前壓 哇 這棟城堡蓋起來的話 可以空多兩個金喔 但千里斯要蓋得起來 看一下 這邊能不能硬上呢 這邊清洗兵直接硬上去打 但是槍兵直接戳爛 好 塔塔這邊鐵的心 這邊要來插入這個城堡 巨型頭司機移入還是在開拆 這裡可以再補一棟巨頭 OK 第二棟來了 好 塔塔這邊就可以稍微拉一下騎士 後面稍微嘗試解解看 巨型頭司機 但這邊硬解的話可能會有點危險 OK 這邊城堡一毫 直接反擊一下 對方的駱駝 但城堡也是快掉了 兩巨頭還在開拆 村民數其實並不多 只有十隻村民 所以還是要找個機會 上去硬打比較好 好 像這個時間硬打就不錯 這裡可以殺到一些村民之外 後面槍兵騎士 可以找個機會去後面 拆一下巨頭司機 但是右這邊也是鐵的心 要守住這一波的打擊 但這波打擊可能有點守不太下來 正面城堡快要蓋好一千 但是後方城堡也快要撐不住 這一波ALL IN 騎士應該可以打掉一些巨型頭司機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問題是正中城堡號 這坨弩兵要先撤退了嗎 再來一個巨頭抽掉 還有一台巨型頭司機 能直接拆光嗎 現在硬差有點困難 只剩下不到四隻的騎士 直接民土追魂 把這台巨型頭司機的血量給拉了回來 哇 這個城堡只剩下不到一千滴的血量 血量也是慢慢被修了回來 那如果是這樣打的話 其實中國就沒有更多石頭 可以去好好的去蓋出城堡了 把大量石頭維持在這個修理上 其實是蠻虧的一件事情 但是兩邊村民處已經開始拉近 中國的村民處來到114村 再上118村 那又這邊是有打經濟的關係 所以現在有地龍時代 要繼續打下去對他來說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反而是逃到這邊 這邊不趕快升到地龍時代反而會很危險 但如果現在升地龍時代又很容易被打出軍事差距 數量差距喔 所以現在塔塔應該也很苦惱 不知道要不要先上帝王 或是GG出兵防守或是進攻 是非常難抉擇的一個問題 如果是我的話我也想要轉龍 但可能一轉龍就會直接 軍事爆開然後瞬間GG 這是有可能的 塔塔可能現在在顧慮這一點 好這邊強兵做得不錯 戳掉了一堆馬 好火箱兵走到前方開始射 火箱兵還有點下印度火衝 好結果塔塔這邊打出了GG 看起來火箱一出來之後就沒者了 這邊肉馬奇兵還有槍兵都會被打成白癡 除非自己轉強奴路線喔 會比較有用一點之外喔 那這個火箱基本上成型喔 再配上印度的駱駝 應該算是無能人底的一個狀態喔 這個火箱真的確實煩 接下來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的部分應該沒意外的話 是由幼稚民拿下非常大的勝利 並且印度的村民實在太便宜 爆村民對他來說不是困難之處喔 你看這個村民術領先非常的誇張 136村可能要再看更之前喔 但這個地方是沒有辦法看到之前的數據喔 但他這邊經濟就很明顯喔 所有時代都是領先的喔 好那經濟部分是領先的315 木材快要4000 石料1000 黃金也是快要1000喔 那地龍時代也是很早37分鐘就點下 成長39分 好 看起來塔套這邊打得有點偏心急喔 如果他能即時收手 然後轉手為攻的話 可能還有機會吧 但這邊有點誤判形勢喔 對方可能是右 如果對方右這樣打的話 確實要有背水一戰的一個覺悟喔 不然你跟他對方跟他對龍的話 其實中國也並不會有太大優勢 所以他打強軍是 或許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也說不定喔 我只能這樣猜測吧 人家印度斯坦畢竟已經農上去了 剛剛前軍是4台投資車也沒砸掉台TC 確實讓塔套有點虧了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